就是民进党是在鬼扯啦 就是要国民党道歉 我不晓得要为什么要道歉 因为监察委员这样的动作 很显然的就是为了要干预司法 为了要制造风向 所做的一个事前的政治操作 我们回顾过去监察院 查办相关案件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什么案子 能够出动三位监察委员 而且是直接到县府来查案 坦白讲我实在是很讶异 通常监委去查案的时候 会到现场去查案 或者是去询问问题 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些重大的事故 然后这个监委要去查说 有没有行政责任或行政疏失 但是你说为了一个 这个什么土地侵占的案件 占用国有地的案件 你要去查云林县政府 有没有赌值 用得着三位监委大阵仗的 跑到云林 这其实我过去几乎没有看过 这样的案例发生 所以你当然会让台湾人民 或者是让当事人觉得说 你这就是摆明了 就剑指张家 你就是为了要炒作 这样的一个新闻议题 所以你来了大阵仗三个人 然后看起来好像这件事情很严重 那到底严重的程度在哪里 就是只是要查 张立善有没有包庇他的弟弟 就这么件事情而已嘛 但是前提来了 总要先确定一下 他弟弟是不是有违法吧 他弟弟如果有违法 你再去查县政府 有没有包庇违法 这才是一个合乎行政程序的过程 可是现在他有没有违法还不确定 他虽然被起诉了 可是他还在司法的审判过程 审判过程 这个以无罪推定论来说 他还没有被判决 你怎么能够先确定他一定违法呢 也就是说他弟弟如果没有确定违法 那你凭什么去查张立善有没有包庇 这个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逻辑问题 那你说这个监裁委员急急忙忙的就立刻杀到了这个云林 而且这么大阵仗的去那里 就这么凑巧刚好就在苏志芬 这个放话完之后就采取了动作 你当然会让外界有瓜田里下之嫌 当然外界会开始强烈的怀疑 你做这件事情的政治动机是什么 是不是只是为了要把这件事情炒大炒热 趁着在这个颜宽衡补选案之后 台湾人民对于有没有占用国有地这件事情是高度的重视 你们采取了这样的动作 然后把这样的讯息让绿营的媒体可以继续炒作 让绿营的这些call in节目每天可以有话题继续来聊 很显然的民进党现在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胜利方程式的操作模式 而监委当然在我们的眼中就是不折不扣的打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